另外为了帮助清寒的学生能够奋发向学 财团法人罗许基金会罗东不爱医院 就办理了第九届奖助学金的颁奖典礼 总共颁发50万元的奖助学金 给35名清寒学子来受贿 减轻学费的压力 财团法人罗许基金会罗东不爱医院 办理第九届的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共颁发了50万元的奖助学金 帮助35名的清寒学子继续学阅 大学生每人为2万元 而高中职生每人为1万元 获得奖助学金的学生们都满怀感恩与感谢 大概是上大学之后 然后因为家里就是比较需要经济上的支柱 所以就自己会去找一些奖学金来申请 然后这次能够得到罗许基金会奖学金 因为金额不小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蛮大的帮助 就是我平常打工可能也要赚几个月才能有的那些钱 对所以这样让我至少在生活上就已经减少很大的负担 因为从高中到现在一直以来都有受到各界的帮助 就是很多奖学金资源的帮助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自己之后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会馈社会 我们最主要还是要帮助我们弱势的小朋友们来完成他们的学业 我认为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读书 就好好把这个学业能够完成 将来才会对社会有更多的贡献 我们是越南县内的国立高中每个学校每学籍两名 每一位奖学金是一万块钱 那还有我们越南县级的大学生 涉及越南县的大学生 15名每名是两万元 虽然记者先生说我们这个金额好像不小 但是我们还希望将来能够再增加 罗许基金会罗东博安医院 希望透过每年定期颁发奖助学金 让更多人看见学生们在逆境中激发出的生命光彩 也激励清函学生奋发向学 后执个人实力 透过教育来扭转人生 未来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有朝一日也能回馈社会 一栏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